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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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老灯报天命了 毕竟是地兵 他动静太大 我没有使出全力 真是轻轻一击 没想到就有如此威力 西藤 你这神奇归来 我给你五星好评 这样 我的神功开枪被震碎了 这可是神器啊 刚才发生什么了 没看清 师父好像没怎么出手 这狗东西就不行了 掌门手中的那件兵器朴实物化 但我感觉和以往的兵器都不同 可能是超越神器的存在 原本以为我在一层 师父在三层 现在看来 我在第一层是没错 但师父确实在第九层 师父 你手里的兵器能给我看看吗 好 给你看个锤子 呃 果然没错 我的天哪 这 嘘 低调 此事不宜张扬 地兵 这竟然是一件地兵 我都没有地兵傍身 师父他竟然有地兵 原以为拜这个师父没什么用处 现在看来 似乎败对了 是我远远小看了师父 什么兵器 让我也看看 呃 你看不了 三师妹 你看不起我 没有看不起你 我只是实话实说 你看不了 给你师姐看看吧 据说地兵不是一般人可以持有 朝日没有太大反应 看看北塘雪如何 好 给你看个锤子 这把锤子虽然气息内敛 很是不烦 但说我看不了 这就有点 这 这是什么级别的兵器 我竟然拿不住 我说了看不了 这下你相信了吧 这是神器 不对 超神器 甚至超神器之上的仙器 地兵只有其主人 或者具有诸天最顶级体质的人 才能使用 一般人根本拿不起来 也无法使用 什么 这是地兵 小点伤 低调 低调 淡定 淡定 师父 我 我不知道 地兵啊 地兵啊 今日竟然见到真的了 纵然我有你地心性 但完全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啊 师父 每一件地兵的出现 都会带来动乱 为了争抢地兵 古今往来不知道爆发过多少次大战 无数大势力因此而往 地兵的事情 还是不要外传为好 明白 看来地兵在这诸天万界中 比我想象的还要珍贵 目前的系统就可以返还地兵了 不知道能不能返还 比地兵还要搞戒的东西 你们实力 也算是站在了仁皇界的顶尖 可惜遇到了老祖我 我迷运生后 杀你们只是十千问题 老祖威武 老祖天下无敌 你们打败本圣主又怎样 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我圣天宗 我的好大儿 我会亲自夺回来 掌门 这老东西修为过高 我们不是对手 请掌门怪罪 我还就不信了 我再辟一次 我就不信赶不过这老东西 慢着 小子 是不是认清形势了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跪下 不服在我圣天宗的脚下 投资我 可以对你灼情发落 你小多了 我只是准备提升一下大郎的实力 再来干掉你这种东西 漂亮小丑 我倒看你是怎么提升他们的实力 来干掉我的 大郎 今日赐你一份机缘 提升你的修为 助你破镜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这男友气息很是不俗 笑死我了 老祖我闭关千年 靠着千年的积累 才成为古化石 破镜进入千玄境 你仅靠一枚小小丹药 就要提升他的修为 真是华天下之大忌 老家伙 你最好笑死才好 什么 真的破镜了 万不幽地镜 相当于你们人类的天旋镜了 哈哈 本君 不 本地终于破镜了 这种实力增长的感觉太爽 多谢白掌门赐我机缘 这就破镜了 这么容易吗 我祖也卡在地玄境上满年了 老东西 现在你我境界相同 再战 可恶 人生不卡在脱帆 且不得突破地玄界 就算炼池人血满头都没能突破 为何这白玉 轻易就让人破戒 我恨哪 难道今日我圣天宗 你和我境界相同又如何 我积累牲口 你仍然不是我的对手 我圣天宗又行了 同等境界我家老祖一对一无敌 小兔崽子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同等境界一对一无敌 既然如此 本掌门就二打一 这破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 多谢白掌门 迅速破镜 干掉那老东西 是 铁粉魔术 终生破镜无望 没想到今日突破天玄境 白掌门赐我新生 什么 这又因为天玄境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现在我才明白 父王为什么要成功白掌门 抬手间就造就了一位顶尖高手 此人难以揣测呀 小子到底有多少这种神器担忧 必须弄死他 杀人夺宝 老东西 白掌门让你死 就得死 两位天玄境对付一位 这下吻了 死了 吴玉莲竟然就这么死了 摩天玉一败涂地 这白掌门难道是神仙转世不成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离开这里 让个肉身活下来 站住 站住 胡玉莲 你没死 这俩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又七个月生的 手工军功全 被人冲去了天脉魂谷 阿俊何在 大帝无身 怎么惹到那一座大帝呀 你是大帝又无何 不想青云山之全部弃运 辅定 所有的仇恨 过来杯就行 大平青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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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青云山 你 小鹉山 你 小鹉山 小鹉山 宇宙 小鹉山 我来说 大平青云山 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叫我什么 主 主人 你 你没事太好了 幸亏之前我在罗天狱修炼了九转不死魔宫 所九次之后才能魔宫大成 据说万古以来无人炼成 我当时也是纯属好奇修炼了一下 没想到今世靠着这九转不死魔宫才保住幸运 主人 现在怎么办 摩天狱已经被白玉门收服 去攻打圣天宗了 恐怕接下来摩天狱圣天狱 无我二人的容身之所 仁皇剑又不是只有摩天狱和圣天狱 还有其他奇大狱 天下之大我们尽可去 你恨自己淘天洪水无穷无尽 一无发誓 一定会把你踩在脚下 你不是我二人的对手 老祖 败了 扶我起来 我还能战 两位天狱竟打老祖一个 老祖不可能获胜了 你听见吗 不 我 我怕的 好什么 老祖 你放心去吧 他人我定会为你报仇雪恨 圣天宗已经无力回天 现在 圣主逃还来得及 只要我不死 你却有希望杀了这小畜生 当年怎么会把圣主之位 传给你这么个狗同事 这 我们怎么办 老祖败了 圣主还跑路了 还能怎么办 这狗币宋门 我也带够了 一起投降吧 别杀我 我投降 本长老爷投降 你这都是圣主的蠢货导致 和我们无关 你没有杀 就杀圣主那个蠢东西 就他该死 把这些叛徒 放肆 都给我起来 老祖 圣天宗失信 失德 圣主更是肆意妄为 圣天宇弄得乌烟瘴气 无力回天了 圣天宇终于坠落 早就该改天换地了 放屁 你都给我闭嘴 我祖今日绝对不会看着圣天宗 千年今夜毁于一旦 都是你 拜雨门掌门 都是因为你 圣天宗才会这样 到了现在还不知悔改 蠢货 有本事来打我呀 圣天宇弄得乌烟瘴气 让一栋斑掌门一根寒毛 老祖啊 就算身死倒消 不要拉上你们这些人当天呗 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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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狗竟然自爆了 这种静静的修饰自爆 也死不透 身份仍然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这老东西才拼死一击 啊 啊 张门 那老东西在暗处 到处击杀我们的人 无边黑衣是老祖我的独门秘书 一旦发抖 黑雾根本无法驱散 你们所有人都会被困在其中 只能忍我宰割 爸 我现在很慌 头可逃 我虽然肉身毁灭 不久之后就会消亡 但死之前 你们这些人都会被我杀死 你想多了 杀你 如土狗 白玉小畜生 你继续嘴硬 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的人 一个个被我杀死 看来不能再低调了 你雷霆 一岁黑暗 什么 我的无边黑玉 竟然被破了 天地恢复清明了 白掌门神了 说了杀你如土狗 你跑得了吗 上了 圣天玉主宰被我白玉门灭了 从当初跟着白掌门混 就知道以后会大掌宏图 但没想到 会一举站在圣天玉顶端 完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现在必须尽快离开圣天玉 圣主 刘雄 你怎么来了 圣主 今日之事 我刘雄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圣主就这么走了吗 不甘心啊 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 老祖都不是白玉门的对手 圣主 我圣天宗 我圣天宗千年基业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哎 说句不好听的 圣天宗确实有千年基业 但基本在我手里拜光了 尤其是玄天圣玉莫名被毁后 圣天宗耗尽了最后的底液 也是天要王我圣天宗啊 我不管别人 圣主 我刘雄此刻又站在你身边 好 好啊 刘雄 本圣主果然没看错你 外面那些叛徒一个个都投降 叛变 唯有你忠心耿耿 你有此心 本圣主很欣慰 圣主 那接下来怎么办 现在 本圣主就带你离开 留得青山在不愁煤柴烧 日后必会找那白玉门清算 走吧 什么 为什么 你竟然敢骗我 没骗你 我确实不甘心 因为怕你跑了 站在你身边 才方便弄死你 刘雄 你的一切都是本圣主给你的 你这个叛徒 你给的 可惜我 你一切都是白掌门给的 你这个老皮能做个恶断 自私自利 弄得圣天宇 中渊沸腾 生灵出炭 送你归西 你敢 这两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又七个月生的 手工 寻补不全 被人 冲去了天脉昏谷 阿俊何在 大地孤山 怎么惹到那一只大地呀 大地是大地又如何 我上青云山之全部 契约 辅定 所有的仇恨 过来杯就行 好凭青云山 儿子 咱们 大地 arise 咱和 我们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连你也要背叛我 是他 圣天玉最神秘的存在 一直只跟随在圣主身边的人 圣主 不好意思 我需要用你的人头做投名状 刘雄 劳烦给我引荐白掌 我有钥匙禀告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藏得够深的 彼此彼此 你突然跳坊也让我很意外 掌门 我已经派人接管圣天宗各处 不小几日 我白玉门就会彻底掌控整个圣天玉 白掌门 我也愿意把整个摩天玉献给掌门 天不及 圣主那个罪魁祸首还没抓到 掌门 罪魁祸首我给你带来了 刘雄 好样的 办事我放心 掌门 还有一个问题 圣天宗这些投降的弟子如何处置 交给刘雄管理 从现在起 圣天宗成为白玉门门下一处堂堂 名为圣天堂 刘雄呢 升任圣天堂堂主 多谢掌门 这么长的时间 我刘雄终于成为了白玉门的人了 一日起 我白玉门为圣天玉主宰 圣天玉改名为天玉 圣天玉 圣者 我沐玄宗有个不停之请 此次沐玄宗对我白玉门全力支持 本掌门看在眼里 清云道孤但说无妨 尊者 我沐玄宗也想加入白玉门 为白玉门同属 沐玄宗也是千年基业 你们就这么做 是不是有些可惜 不可惜 一点都不可惜 是啊 白掌门审议无双 我们不加入才可惜 既然如此 沐玄宗成为白玉门门下沐玄堂 清云道孤为沐玄堂堂主 终于加入白玉门成为正贵君了 这是我沐玄宗最大的机缘 刚才那股气息 使我感觉错了吗 没错 我也感觉到了 是帝鱼 这怎么可能 白玉那小家伙哪来的帝鱼 它到底什么来历 怎么攻打一个小小圣天宗 闹出这么大动静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还瞒得住吗 帝鱼的气息太过霸裂 无法完全隐藏气息 大半的时间要提前呢 这未必是坏事 现在多了一个变数 你是说白玉那小子 就算这小子身怀帝兵 但实力太拉胯了 确实没啥实力 但这小子在绝境之后 往往给人惊喜 这就是变数的魅力 掌门 那人是圣天宗 圣主的亲信 平常和圣主接触最多 他想见你 刚才就是他协助我杀了圣主 带他过来 拜见白掌 掌门手段通天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今日令我大开眼界 马屁的话不用多说 报上姓名 来历 我没有人类名字 掌门可以叫我灵 或者起 没有人类名字 你不是人类 我从先前掌门毁掉的圣地之中孕育而生 此次 特意为掌门带来天大的机缘 周宇 李堂雪 你俩眼力过人 过来看看 这家伙有没有冒腻 邪恶之徒 心不干净 该杀 灵魂污浊 且思绪混乱 大奸大恶之辈 没必要留着 你也知道吧 我两个徒弟让我嘎了你 你上路吧 白掌门 我是给你带来大机缘的呀 你不能仅凭两个女娃的话就怕我死刑啊 我憋着 我冤枉了 你给我说句话的机会啊 既然如此 班掌门给你说句话的机会 不是我吹 班掌门听完我说的 你绝对不会再杀我 这是一份逆天的大机缘 别废话 班掌门 众所周知 天下之所以分成九谕 就是因为每一谕都有一个圣地 圣天谕有玄天圣谕 摩天谕有摩天圣谕 而我从圣地之中孕育而生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圣地 然后呢 每个圣地其实隐藏了一个巨大的机缘 就是圣地被破坏后 会得到一个青铜残片 你是说这个 我没猜错 青铜残片果然被你得到了 所有的圣地被破坏后 会得到九个残片 九个残片合一 便是最大的机缘 什么机缘 准地冰 九个残片会合成一把准地冰 就这 就这 这还不够吗 这可是准地冰 考虑神器的存在 别说见过 很多小时听都没听过 手持一把锁酱片鸣 越界杂敌 犹如砍瓜切菜 来人 拉下去狗头斩 好了 我送你上路 不是掌门 我是圣地孕育而生 我对所有的圣地都很了解 我可以帮你拿到准地冰啊 你为什么还要杀我 看不上 什么 看不上准地冰 白掌门 你在开玩笑吗 得到一把准地冰 你就是久远无敌啊 等一下你 你跟着圣天宗圣主 作恶多端 要是没别的用处 安心赴死吧 怎么别杀我 我 我还有用 现在整个人界资源枯竭 无数修饰 修为增长缓慢 白掌门刚接管圣天域 壮大门下实力 肯定也需要海量的修炼资源 我可以为掌门获取资源 如何获取 昔日旧天亭虽然坍塌 人皇界分成九域 但留下的天亭保护人在 如何信你 我可以发誓 大门石鹰把他忽悠过去再说 昔日 给他下一道静置 好 天道石鹰对我这种灵体 没有约束力 小姑娘 你的静置 大概率对我起不到任何作用 以我之名义 天地坚立 无放风静 这小姑娘挺会装的作样 这俩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就七个月生的 小姑 军功全被人冲去了天脉昏谷 阿俊何在 大地无身 怎么惹到那一只大地呀 那你是大地又如何 不想青云山之全部弃运 肃地 所有的仇恨 过来背就行 我平清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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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地无尽 好 谢谢 我平清云山 我平清云山 是 优优独播剧場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禁止 竟然把我从灵魂到身体 从内到外全部做死 师父 以后他敢生出一心 你捏碎这玉牌 他就会生死到消 灵 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 我以后任凭百掌门拆迁 绝不是二斤 请不看 这是什么等级的禁法 这女孩又是什么人 我竟然完全被拿捏了 哦 我这里还有一枚增援破禁单 陆远 给你吧 给我 掌门 这 这是不是太贵重了 此战你损失一臂 受伤严重 不用此外 你可以从魔侯境 踏入托帆境 便可以断臂重生 谢掌门 断臂再生 我的境界也达到托帆了 没遇到掌门前 这是我路远想都不敢想的 掌门 这几天我白玉门 已经完全接收圣天宗 此次精挑戏选了 上百名资质上号 白玉门直接统帅的核心弟子 剩下的都归各个堂口管理 只是 是不是修炼资源不够了 也不能说不够 毕竟上次掌门可是给了我一座灵石山 只是除了灵石以外的修炼资源 比如各种天才地宝 我白玉门急缺 现在整个大陆资源枯竟 圣天宗这些年肆意挥霍 也没有多少家底了 现在资源还够支撑多久 大概半年左右 半年之后 除了灵石以外的修炼资源 就彻底消耗没了 王婶说得对 现在搞门派不景气啊 看来去夺取那座天庭宝库 确实有必要了 不过 现在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陆远 你对龙宫了解多少 上次因为急着从太坦巨魔手中逃命 把镇压老龟的九龙脸召唤过来 直接被巨魔打碎 那老龟没了束缚 好吧现在已经回到龙宫了 杀害龙王三太子的事情 瞒不住了 龙宫是无尽海域第一大势力 甚至说是唯一的超级势力 一直统领天下水域 之前天庭仍在的时候 龙宫 天庭 以及还未毁灭的妖族天庭 是极北大陆的三大势力 极北大陆 据说我们人黄界所在的大陆 就是极北大陆 包括了无尽海域和无尽妖域 至于极北大陆以外的地方 被称为域外 恐怕只有传闻中的天庭之主去过 如果龙宫来攻打五域 我们有几成胜算 有掌门在 自然是十成 你现在对本掌门 真是盲目的自信啊 不要算上本掌门 本掌门最近要闭关 不能轻易出手 如果不算掌门 恐怕没有胜算 龙宫那些巨龙每一个都肉身强悍 只有神器才能杀死他们 成年的巨龙 都有托凡镜以上的实力 传说中的龙主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看来只能通过系统 快速地提升宗门实力 如果白玉门人手一把地兵 别说龙宫 就算全天下修士加起来 都不够白玉门锤的 当然地兵是有些夸张 人手一把神器 应该还是能做到的 天庭宝库还是无法打开吗 天火拟地恕罪 天庭宝库 天庭之主利用特殊的法门驾持过 我们已尽力破解 但还需要时间 十年了 用了足足十年都还没打开 要你们何用 我没那么多时间浪费 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 必须马上给我想办法打开 是 公共遗体 如今整个极北大陆 修行资源溃满 唯有打开天庭宝库 拿到天庭之主留下的资源 我才能再次破解 到时候 就算面临外神入侵 我也有一战的资本 派出去灭掉 明雪人剑人的两个大药 怎么还能回来 气息消失了 两只大药被杀 难道明雪恢复了 这 怎么可能 这算是转世重休 这也未免太快了 他哪来得这么多资源 利天玉圣主 可在 女帝大人 是不是想我了 利天玉圣主 注意你在和谁说话 女帝大人 你是本圣主高高在上的女神 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吩咐 我利天玉愿为女帝 赴汤早火 收起你的油腔滑掉 我要你在酒狱中 帮我寻个人 哦 寻神 什么人 能让女帝特意欢我去寻 明雪女帝 什么 她 不是已经被 就在不久前 我觉察到明雪特有的 凡冰气息 应该是她转世成袖 在破镜的时候 不小心泄露的 之后 我派了两尊大妖前去寻她 但两个大妖都死了 剑雨这是 九狱之中 除了我利天玉和剑天玉 谁能无神无息地杀掉两只大妖 难道 是剑天玉所为 不是剑天玉 明雪出现的地方 是圣天玉 圣天玉 哼 九狱最弱 根本兴不起什么大浪 此时确实有些蹊跷 我这就去看看 利天玉圣 天下分为九狱可以 但仁皇界 还是要共尊天庭 女帝想要重立天庭 那我肯定就双手支持啊 只是 天庭宝库 能不能 九狱之中 你利天玉排前三 甚至第一都不为过 我需要你说服其他八狱 共尊天庭 到时候 天庭宝库 有你的遗憾 除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剑天玉 其他都没问题 如果女帝大人能亲自下届正式剑天玉 剑天玉也不是问题 我最近不能下届 外神来了 我需要隐藤细细 外神 明白了 我先去办事了 龙主 士群就是这样 三太子被第九子吞了 我快生气 这俩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有七个月生的 寿宫 寻宫不全 被人 出去了天脉魂谷 阿俊何在 大帝孤山 怎么惹到那一座大帝呀 哪里是大帝又如何 不想青云山之全部弃运 输敌 所有的仇恨 过来杯就行 大平青云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很老贵我明白 后果很严重 三殿下不能白死 错 本皇生气不是因为三太子死了 也不是他被第九子吞了 龙族护士历来如此 自己没本事被人吞了 怪不得别人 这 我生气的是 第九子竟然跟着一个人类 甘愿做一只看门狗 这对我海龙族来说 是七尺大乳 龙族 那白玉门掌门也不是繁琐 他手里有神器 甚至有超神器 不能掉一轻心 一个小小的人类 有神器在手 又算得了什么 我龙族统领吴近海 无数岁月 与昔日的人族天庭 幽族天庭 并为极北大陆三大势力 如今两大天庭都已经崩塌 正是我龙族掌控极北大陆的时候 这不七夕 这是 是外神入侵 快阻止他们 所有龙族听令 请切代价阻止外神降临 漂亮的一头黄金巨龙 做的愿气比较好 刚来这里就碰到宝贝了 住手 行 走去 根本阻止不了外神降临 这次发财了 这些巨龙抓回去 师尊肯定会夸我的 大陆之间有预障 古老的祭坛通道消失之后 一般人很能快有预障 我们赶上了预障潮汐的薄弱期 顺利来到这里 又恰好遇到了这些龙兽 说明小公子 红似齐天 快抓住他们 两口龙进去 小公子不急 我们的灵众还未完全快为愈障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现在要靠龙进去 是 是 快 下快速度 重处愈障 不能再等了 巨龙住 可恶 我这微黄金巨龙之身终究不缺 没有撞开 秘畜 你把鬼我灵周 找死 宝贝 揣你了 宝贵来了 大大 你们刚痛快师哥送我的金光照 亲自 宰了你们 陈丽公子 不可 你就在剧烈波动 我们必须要回去了 这片大陆上的处置 早已 建民 给我等着 我陈丽 孩子回来的 父王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怕成这样 这就是传说中的外神 外神 那是什么 他们从哪里了 不知道 外神都很强大 甚至有超越太玄境的高手 超越太玄境 他们会不定期的 降临我们所在的极北大陆 有时候几十年一次 有时候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但每一次到来 他们都会肆意图虐 使得各与生灵狐探 那怎么了 这些外神还会降临吗 历史上记载过的 几次外神降临 基本都发生在无尽妖狱 妖族天庭的毁灭 也和此有关 这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降临到我无尽海域 不过这次外神 被我们阻止降临 应该没那么快回来 回京之际 还是要做好提前准备 你就把地球子找回来 和他说 只要他愿意回来 我既亡不救 父王 这 他可是杀了三弟 按我说的去做 是 父王 如果第九子 不愿意回来呢 不愿意回来 就抓他回来 记住 我要活的 黄金巨龙 这是本王之后的 第二条黄金巨龙 谁曾向第九子 为觉醒黄金巨龙之身 阿贵 你觉得父王 为什么要让第九子回来 难不成第九子 觉醒黄金血脉 父王对他的看法改变 开始器中他 甚至有想法 让他成为龙族下一代的王 我不知道 老贵乏了 要去睡觉了 事实复杂 老贵我见证无数兴衰 无非势力与实力罢了 我只想问一句 可安得长生否 巧华的老家伙 咱们 摩天与圣帝 摩天圣域就在这里 圣帝里面确实有宝贝无数 不过有缘者得知 我之前在里面 为我儿找来了一处魔帘 我儿才得以恢复晝神 灵 你不是说你对圣帝最为了解 摩天圣域里面有什么大机缘 摩天圣域里面有三大机缘 分别是三件古老神圣的遗物 然而要说最大的机缘 就是圣帝破碎闪现的青铜铲片 那是准地兵的部件之一 一旦合成准地兵 将无欲轮毙 之前这个青铜铲片 我并没有法做出事 无论扔出多远 都会自动回到我身边 这真的是一把准地兵的铲片吗 都没有见到这么诡异的 昭雨 你过来 我送你一件东西 不过最终要看你能不能拿到 一个普通的青铜片而已 怎么拿不到 又回来了 还是不行 如此神异 最后有着特殊的缘分 这绝对不是一把什么准地兵的铲片而已 那东西似乎 你知道这青铜铲片是什么东西 似乎和古来典籍中记载的魂器有关 魂器 那又是什么 我也了解不多 因为魂器比地兵更罕见 如果 如果说地兵在世间还留有蛛丝马迹 那么魂器就是真真切切传说中的存在了 看来只有极其九大圣地的残片 才有机会确定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走吧 进入摩天圣域 今日把这里的机缘都抛光 撞到我白玉门 他叫人行 出自上玄奉 这一切的 我不需要有 如果神用后 你只好 万里河山揪图色 以兴热解 手一头 不解 南天门历 大死一起 人族没有人 要么抗争 要么兵 全部这样 处死 我说了 要拍死 南天语炼天了 人 我说了 对 我说了 您 我说了 我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 掌门 开启这座塔的第九层需要特殊条件 什么条件 掌门请看 打开紫门层的镜底 而进入第九层需要十个天旋镜大药的旋律 你知道掌门能不能凑齐 十个天旋镜大药 这怎么可能凑齐 就算去无尽妖语也不可能找出这么多大药 用不着那么麻烦 这 这把锤子竟然有如此威力 难道是神器 不对 神器也打不开紫门 这是比神器还要高级的武器 这不就开了 何必费劲巴拉的去找妖兽 第九层就只有一棵树 这不是普通的树 是误导茶树 无愧是神圣遗物 竟然除了误导茶树这能盗宝 掌门有大运啊 神圣遗物到底有什么来历 神圣遗物 据说是古老的神圣存在 遗留下来的宝物 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赵宇 这棵树先送给你吧 人家都是送花 第一次看见有人送树的 这桶皮士 赠送徒弟赵宇误导茶树 触发千倍法官 恭喜你 获得一千棵误导茶树 神语导茶树 几北大陆好像只有天庭又会一棵 他的叶子泡茶后可以提升修行感悟 拥有一棵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足以把整个棕门提升到九亿第一梯队 那如果有一千棵呢 一千棵 门家弟子恐怕都能用误导茶水泡走了 修行自然一日千里 不过误导茶树不可培育 一千棵这不可能 那是你没见过世面 看来此地没白来 一千棵误导茶树 能让白玉门的实力不断快速增强 掌门 这里就是第二处神圣遗物的所在地 此地叫梅花棋局 曾经无数人想要在此寻求机缘 但都一无所获 掌门 这里就不能用蛮力得到神圣遗物了 必须破了这残局才行 好 我从小对其颇有研究 我试试 不行 这一局已真入化境 我无法破解 我也试试 前世听亭之主写下棋 我和他对异虽然从未赢过 但我自认为对其道颇为精通 太难了 这局棋恐怕无减 至少在极北大陆无人可减 昭雨 有办法破局吗 我不懂得下棋 既然如此 为师把这棋谱送给你吧 回去好好研究 不自如是 赠送徒弟昭雨梅花棋局 触发万倍返还 恭喜你 获得称号七棋尊 获得此称号后 通晓古往今来一切棋局 果然可以 这系统连技能都可以反观 掌门 这棋局不能带出去 否则就算在圣地外面破局了 又无法获得机缘 行吧 那本掌门就亲自出手 破了这棋局吧 师傅 你也懂棋 略一二 破棋了 无数年来的梅花棋局 竟然被掌门破棋了 本掌门竟然对棋道一脉 如此精通 我小看他了 破除九玉之前 我还是中心不二 否则被白掌门看出端年 就彻底完了 这哪是绿洞一二啊 师傅这水瓶 恐怕赶上昔日的天庭之主那家伙了 那就是第二阵深深遗物了 这不棋棋 难道是盗灵 是盗灵 没想到这里能出现这种神物 确实令人惊奇 盗灵对愚钝之人基本没什么作用 但对资质极好的凡人修饰乃是无与伦比的保护 那么你们三个 对我无用 不用给我 我转世重修 算不上凡人修饰 盗灵对我无用 我也用不到 李修 给你了 确实 盗灵极其是和李公子这种先天资质优秀之人 谢谢 赠送徒弟李修 一缕混沌盗灵 触发十倍返还 恭喜你获得十缕混沌盗灵 好纯粹且诱人的大道波动 我马上吸收 竟如此精益就破镜了 李王 这是七彩霞光异象 有一种传说 如果修饰在破镜时出现七彩霞光 说明此人的资质已经名列诸天天骄之一了 诸天天骄 那可是域外大世界里的天骄啊 我们都没有去过域外 李公子就已经名列诸天了 我这大徒弟虽然看上去最普通 但随着成长 却越来越神秘 最后是在干什么 他们开启天赋神通 什么 开启天赋神通 开启天赋神通 据我所知 只有那些混沌神兽才会有 人类身上 只有只有天赋者才会出现 古今忘来 都没有几个呀 我以为师父已经不凡了 没想到 这大师哥也是如此 这等天赋 在高等界域 也极极罕见 李修 感觉怎么样 我已经突破到地玄境了 但遗憾的是 天赋神通 还是没有完全开启 天赋神通 还是没有完全开启 为什么 盗铃不够了 我们所在的此方世界 我感觉到有什么在压制 无法沟通更多的大盗 所以导致开启兽阻 只能日后慢慢寻求突破 盗铃不够 你不早说 这是 围巾这里 还有十条盗铃 赶紧去用啊 师父 这也太珍贵了 别婆婆妈妈 赶紧修炼 好 哪个是十条盗铃 败掌门太富有了 这是富有 简直大风的出奇 一出手就是十条盗铃 都不带傻影的 这要是我爸爸给多好啊 师父 十条盗铃让我的天赋神通 彻底觉醒 觉醒了何种天赋神通 师父请看 他叫人行 他叫人行 出自上旋风 测诺四天 这一切的运 你需要有 如果是人不 你只能啊 万里河山交通色 以羞热解 少别痛 南天门历 大事一起 人族没有 要么抗争 要么 全部这样 处死 我说了 要拍死 南天玉变天了 一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计划 这天赋神通 不是一般的强大呀 只为李公子一会成长起来 不可限量啊 啊 怎么了 整个圣地在军列振动 三处神社一物地畏居走 圣地之河 畏居圣地的能量不足 又崩塌了 就是圣地崩溃后 残余的本源能量 对修士有极大的注意 也算是不朽的机缘 佩大雪 这东西对你有用 去吧 又活得一份大机缘 跟着师傅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真正地破茧重生 来了 最珍贵的地冰残片出来了 果然又自动飞入我手中了 恭喜掌门 获得第二枚地冰残片 本掌门获得残片 你比我还高兴啊 我是为掌门高兴 我 希望你一直如此 九大圣地 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这个叫灵或者起的家伙 一定有事情瞒着我 不过 他今日帮我白玉门 获得了不少资源 就暂时先留着他 白掌门看来 对我还是有所防范 不过无所谓 他和我现在利益相同 没有圣地这样 又一道风蜜被解除了 不得不说 跟着白掌门 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不费吹灰之力 就搞垮了一场圣地 本想借助圣天益圣主 练血蛮吞的契机 又血沙之气冲垮圣地 但那个废物 上百年了都没有成功 让圣地崩溃 不过最终 圣地被白掌门毁掉 结果是好的 这青铜残片 既然无法返还 用地兵试试他的斗筋 那 完好无损 连地兵都没有伤到 青铜残片分好 地兵是我已知最强的兵器 但还是无法破坏 看来可以确定 这东西大有来历 掌门 路远求见 进 掌门 我找你是为了白玉门建宗立派之事 有什么想法 说吧 如今我白玉门掌控昔日的圣天域和摩天域 用不了多久 此事就会在九域之中掀起波澜 再加上无尽海域的威胁 一旦有人来攻 我白玉门继续在海原城 根本无险可守 你说的不错 本掌门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 并且有了初步的想法 掌门有想法了 不急 随我来 掌门看来是想把山门建在奇玉山 我思来想去 现如今奇玉山最适合白玉门 第一 奇玉山的水可以提高修士的体质 第二就是 火山口中那尊强大的巨人 是连老龟都不敢靠近的存在 掌门的意思 是要利用那尊巨人守山门 不错 白玉门在此建宗 一旦我白玉门遭受如无尽海域等强大势力的进攻 可以通过防御阵法 把敌人引向那尊巨人 有了这尊巨人为我白玉门护法 确实可以高枕无忧 可是万一那尊巨人苏醒 我白玉门恐怕是也有危险 那尊巨人应该不会那么快苏醒 趁着这段时间 我白玉门尽快发育 强大起身 而且我之前在昭雨所在的大陆 见识到了自称神明的强大存在 若能借助巨人的力量 也许可以和他们抗衡一样 既然如此 我马上召集人手建立宗门 只是此地险去 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啊 具体要多久 恐怕要两年 才能建起一座圣天玉规模的宗门 太慢了 我来想想办法 我知道掌门神通广大 但是建造宗门这种事情 只能在一砖一瓦的建设 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 掌门总不能凭空造物吧 昭雨 这个院子怎么样 普通的院子 还能怎么样 送给你了 先住这里 等师父建造好宗门 再给你一个上好修行之地 系统平时 赠送徒弟昭雨 四合院一套 触发百亿被返还 恭喜你获得 盗虚一角 竟然是百亿被返还 我勒个去 这是有系统以来 返还倍数最高的一次 这次发财了 不过 盗虚一角 这是什么意思 但都百亿被返还了 还只返还了一部分 师父 没事的话 我回屋修炼了 不必去了 你以后不住这里了 什么意思 刚送给我 就不让我住了 叫上所有人 师父给你准备了 极佳的修炼场所 师父 不是我看不起这里 但这里灵气稀薄 没有什么好的修炼场所 师父 这就是你说的 极佳的修炼场所 荒山 是啊师父 你叫我们来 祁玉山干什么 本掌门宣布 从今日起 白玉门 正式在此建立山门 掌门 其实没必要这么早宣布 建造宗门的事情 我和魔主说了 摩天狱如今是 白玉门的摩天堂 他们会全力相助 时间应该可以缩短到一年 不用等一年了 本掌门已经造好了 造好了 这不可能吧 此时子弟 您无后令 起 这是 平地七高楼 这太神奇了 灵灵无尽的建筑 每一座都华丽无弊 这就是未来的白玉门吗 太气派了 怕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气派的宗门 就算是今言所见 我都还是不敢相信 掌门真的凭空造物了 这片建筑蕴含着不凡 不只是宗门那么简单 天庭都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 不错 师姐 我在这片建筑中 感受到了道义 这可不是普通宗门能有的 甚至一些神宗 动天之力都不具备 我去 连我自己都震惊了 没想到这次返还的 竟然是如此恢宏的宗门 关键这只是道须的一角 虽然不知道这道须是何来历 但如果是完整的道须 那该多么震撼 他叫人行 出自上玄奏 测暗死天 这切的月 我们不需要人 如果是人不 也是他 为何山交同色 以羞热解 受灭痛 南天门里 大喜一起 人族没有人 要么抗争 要么冲 全部这样 处死 我说了 有黑死 南天变天了 李军 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圣天宗圣主 丽天玉圣主前来一续 岂有此理 我丽天玉前来拜访你圣天玉 这么半天气无人迎接本圣主 甚至无人应当 圣天玉什么时候这么狂妄了 抄抄什么 圣天宗圣主何在 死了 死了 开什么玩笑 谁和你开玩笑 前几日死的 圣天宗也没了 现在这里是白玉门门下的圣天堂 白玉门 本圣主都没听过 没听过 那是你咕噜寡闻了 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 现在圣天玉已经改名天玉 是白玉门的地盘 改名天玉 这白玉门算什么东西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白玉门何须经过你的同意 放肆 天玉主欲最强 我同意 谁敢忤逆 是秦 很不错的防御剑法 可惜护不住你 圣天宗被灭 这可是大事 也竟然不知道 去摩天玉问问 摩天玉魔主何在 丽天玉圣主 来此所为何事 我父王有事外出 摩子 我问你 圣天宗被一个白玉门的灭掉 你摩天玉可知道 知道 知道 你摩天玉不是一直想要吞并圣天玉 怎么被突然冒出来的白玉门抢先了 这也没办法 没办法 什么意思 因为白玉门把我摩天玉也吞了 什么 你逗我呢 现在我摩天玉就是白玉门的一个堂口 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门派 竟然连续吞了九玉之中的两个大玉 你们魔族一向高傲 为什么不反抗 我父魔主极其崇拜白玉门掌门 恨不得任白掌门当爹 反抗是不可能反抗的 岂有此理 魔族我给你个机会 跟我去灭掉白玉门 我让你掌控姆天玉 你愿意去你去 我才不去 除非我脑子有坑 干什么 圣天玉废物 姆天玉也废物 那就别怪我力天玉把你一锅端了 下面就是白玉门了 圣主 你愿意去就去 我也不拦着 你最好快点去 一座偏远小城内的小门派 寒酸至极 你们都疯了吧 两个大羽竹仔被这种门派征服了 我 知首灭之 终于完成进化了 这次消化完那两只大妖 小为再次斤斤不少 有人偷袭 找死 整座海原城都没有强者气息 本圣主就想不明白 这小小宗门怎么能 什么 这是 这是红金巨龙的气息 我明白了 原来这白玉门 有无尽海域 龙宫的强者在背后坐镇 这家伙运气挺好的 只是碰到了那只骨子看家 可惜了 白掌门等人不在 这老帮子还能多活活 暂时撤退 白玉门靠山竟然是龙宫 怪不得一个小小白玉门 竟然吞并了大狱 不过本圣主背后 也有天庭强者撑腰 只要摆平了那位龙族强者 白玉门 谈指尖灰飞烟灭 对对对 你说得对 不愧是立天玉圣主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念你二人态度不错 说话也好听 先不杀你们 这人听不出好来话呀 新人弟子考核完毕 吴玉门各项考核都为立榜首 身为内门精英弟子 并且由本护法亲自教导 这吴玉门是何来历啊 不知道 但此女出手极其狠辣 实力又强 直升内门 这在宗门可是没有过的事情啊 我吴玉门到哪里都会发光 赎经我家树九玉之中最强大的立天玉 并且成为内门精英 被大护法器中 前途不可限量 他白玉拿什么和我比 吴玉帘 你感觉本护法如何 大护法之玉之恩 我吴玉帘铭记于心 既然如此 你拜我为师吧 这 怎么 你不愿意 立天玉九玉最强 迟早一桶九玉 本护法在宗门地位崇高 你跟着我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吴玉帘 拜见师父 很好 日后 在这立天玉 有本护法照着你 你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我想要什么 玉帘你明白吧 玉帘 明白 大护法何在 圣主来了 圣主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此女叫吴玉帘 此次新人弟子大笔第一名 天资奇高 未来 必是我立天玉 立天宗强者之一啊 立门弟子吴玉帘见圣主 吴玉帘 这两人就暂时交给你严家看管 大护法随我去大殿 有要事相商 严家看管 我倒要看儿 能让圣主如此重视的 什么人 怎么信你 岂有此理 我立天玉九玉最强 就算是见天玉 这两年也低调了许多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竟然没了两个大玉 必须灭掉这个白玉门 投降都不给他机会 本圣主此次回来 一是为了拿神器捆龙锁 只要牵制住了那位龙族强者 白玉门便没了倚仗 第二 本圣主想趁此机会 让其他六玉一起参与讨伐 六玉一起参与 圣主英明 让六玉一起参与 极可立威 又可以正式确立 我立天玉号令九玉的地位 你即刻出发 马上通知其他六玉圣主 他叫人行 出自上玄奏 怎么自贴 这一切的力 需要人 如果谁能护护 也是他 万里河山焦屠色 一生热解 少年头 南天门历 大戏一起 人就没有 要么抗争 要么冥亡 全都这样 处死 我说了 要拍死 南天玉叶尖了 一群 我也不叫他 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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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